这里还有一些时间 譬如这里我设定了每日 2015的时间 将窗帘789和10降下来 我设定了很多时间,或者我示范一下 这个是添加 定时这里就是 比如我可以设定的 每日也可以,或者 只设定星期一也可以 比如我设定12345 然后这里 其实你就可以 学习一个 按了 这里可以选学习一个红外线 125,一个4,3,或者是 你之前学习了,你可以在 里面选择,譬如我示范 调用我之前的,譬如我这个 只有这两个按钮,学习了 我按这个 然后呢 这里呢,其实它选择 用哪个 硬件射出去 我现在呢,主机本应是遥控宝1 譬如 譬如 这个是红外线来的 我可能我要着 睡房那个 冷气的 那我就可能,这个分机18就是睡房那个中计器 那我选择这个 那之后呢 11.41分这段时间 这个时间 1-5 那我就在这个分机18那里 就会射一个 红外线 就给 我个冷气就开着它了 那这里我可以 给 个 开恶室冷气 开恶室冷气 那就会 在这个时间呢 就给我开了 我睡房的冷气 那当然啦 你要按回 对你那个 按键 然后呢,其实都很方便 好现在这样,我把它关掉 那之后呢,这个 时间键就不运作了 我这样按回 开它呢 那时间键就要开了 这个链干它 好 这个呢,我早点示范卖 这里呢,你会看到 是11 斜动3的 其实呢,它是3页 那这里按下去 这个是第2页 这个是第3页 其实真的很方便, 除了这里可以控制客厅的东西和全屋的RF之外 如果不够洗的话, 你可以把键放在这里, 或者放在第3页 刚才设定了这个, 其实它还可以 这里可以设定客厅 可以设定名字 这里可以设定客厅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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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在 你那个 这个 这里, 或者 选一个 图形 这里变成了 这里 其实在客厅拍照 放到这里 有个图形 好像比较漂亮 另外这里 刚才我加了 这个灯 好像这个灯 这只灯 因为它会在这里显示出来 这里也会列出所有灯 但是这里 你可以排出全屋的灯 因为它有反溃功能 因为它有反溃功能 一个版面 一目了然 看完 你家里所有的灯 是不是 亮了 或者关掉了 另外 这里 你会看到 这里 有绿色 绿色 代表 跟主机 搏通了 完全没有问题 如果 你在出街 你会看到 这里变成是 黄色 这变成是 远程端 远程接驳 在街上 也可以控制 家里所有东西 但是 如果你是红色 之事说 它就搏不到 主机 那就 没有办法 用的了 还有 这个主机 你会发觉到 它的设计 那里 就是它 就不能加 时间 所以 这个一定要搏 互联网 就搏到 它自己的伺服器 自己的伺服器 有个伺服器 就再给它 时间 所以 这里所有的定时 如果你是搏不到 它的伺服器 的话 它变成 这里就暖了 那 就不会是在很准确的时间 就帮你做 刚才 你设计到的那些东西 还有 还算它帮不到 它的伺服器 那你在 家里的话 因为 经过你的内联网 你都可以控制到所有的 你家里的东西 但是你出街 就做不到 因为 就帮不到 它的伺服器 所以 在街上 是用不到的 好 还有呢 这里呢 还有一个 我很喜欢的 就是这里 分享 这些东西 是不需要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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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 如果你有两部 相机 这部相机 你是新下载的 而这部相机 我就订阅 所有东西 都可以 可以 这个 按进去 那 大家知道 对方在哪 我按在这里 那 这里就是 这部相机 分享的东西 那我呢 在这里接收 那 接收完成了之后 就 这里就 变了 这部相机 订阅 所有东西 所以 可以 无限地 去 增加 用户 还有 这里 你会见到 已经不同了 还有 有些 图形 在这里 好像我这个 这个 是 地下 这个就是 电脑房 这个就是 我 把所有的灯 和窗帘 这个就是 我的 dispay 柜 比如 我在这里 这个 我都 订阅了很多 这些全部都是冷气的 我就 放在这里 那 另外 这个 是电视机的 开关 那 这些 就是 全装 的 这个 就是电视机的 搞大小声的 那 另外 这里 是 升窗帘 停窗帘 和窗帘 降落 都是放在这里 那 另外 这里 也有 花圆灯 都放在这里 刚才说了 这些 就是 它自己的品牌 的 灯仔 有 反馈功能 按下去 它会 亮起来 这里 就会 看到 黑色 现在 状态没有亮 但是 它也可以支援 一些 舊款 一些 或者 现在都有的 就是 315 或443 的 蛇瓶 灯 那些很便宜 差不多 是 有些是40 多元 有些是50 多元 人仔 只要在这里 譬如 加一个 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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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可以自己 申请一个315的色录 现在就变了这里有两个键 这里按下去会发射一个315的色录 315的灯键 就学习了315的色录 就叫它亮灯 也学习了这个 学习了这个 315的色录 叫它关灯 虽然没有反规功能 但是它都可以做到支援到 315或1443的 灯键 另外这里第2页 也有放很多东西 第3页也有很多东西 另外电脑房 我这里放了 这个是 录音机 录音机 所有的键 都放在这里 这里就是 我的 Yamaha 所有的键 我都放在第2页 这里 另外 投影机的膜 开关 和 升降 都放在第3页 另外 我设计柜 灯 雀同色 全部都放在这边 你看到 很方便 所有键都放在这里 在这里 另外在这里 我就是 投影机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Apps 就真的极之方便 就一个版面 因为它有很多键 让你去设定 让你去设定 所以 非常之 好 其实HomeKit 我就知道是做不到 那么 我也没有买到 所以 我觉得HomeKit 不是太方便 但是当然 这个 因为 都是第一代的关系 所以 不支援 天猫精灵语音的 控制 但是它那个Apps 就非常之好 我还没有找到李荣浩的红招院 还叫了天猫精灵 先瞄了它 所以 这些 我可以控制 一个版面控制了 窗帘 空调 冷气 灯 风扇 我还可以用 花园 电动 帐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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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蚊燈吃蚊燈 好像這個版面一樣 我設定了 這個就是 打開的沙發 這是支萬利的沙發 我把這個沙發關掉 我想 Home Kit 一定是做不到的 因為這張沙發我買了很久 所以 Home Kit 沒辦法做得到 另外 這裡我設定了 開冷氣、關閉眼氣 這裡就控制 我的窗簾 就關閉這個 這裡才是第二個 我通常都是用這兩個 其實我在這裡 我都可以設定 這裡有1 2 3 4 5個窗簾 對應這兩個 這裡有5個 第三個 第四個 按這個 按這個按鍵 全部窗簾 都會下 是全屋窗簾 另外 這裡 超之地方 奇 自己已經要 十二個 有一個 整個 再一次 其中 或是由衛Siri逐个逐个来控制 喊得喊得口水都干了 这里我设定了一个情景 就是开电视 因为电视一定是录音机才能看到电视 所以按一个场景 第一点就是 开了电视机 接着就会开了电脑房里的录音机 应该是这台墙后面的 我开了Magic TV 我就放了Magic TV在这台墙后面 所以我按这个场景 它会帮助开这两个电视机 电视机和Magic TV 然后我才知道 也有多方便 当然 我看电视机 也会设定开个投影机 和闪开个投影机 其实这里就给大家看看 这里就给大家看看 首先 接着就是投影机 第三步 第三步 第四步就是 穿个投影膜 接着第五步 又是落窗帘 接着就是 这里就是 落个投影膜 然后再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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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放了窗帘 好了 那便分享到这里 我买了3个 一个是经常用的,一个是放在那里做蚀蚀 但我用了它,一个也是蚀蚀蚀蚀,但没有穿 怕它是没得买,我到时就大剂了 这个是百多元,有那么多的功能 最主要是Apps十分之好用 所以真的值得推介 因为6年前的产品,可以有那么高质 真的值得推介,现在我都在用,每天都在用 好了,分享到这里,拜拜